你头怎么了 我没事 我刚才以为你房间有蟑螂 不是蟑螂举行 等下 这什么东西啊 我新配的药 聊外伤很管用 你还要不要 你是腕能的吗 眼看着两人聊的是热火朝天 咔嚓 木屋明手中木块碎成了渣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形态 故意是捡了一块带钉子的 用力就攥下去了 看着流血的手掌 他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然后把手递给了苏九 苏九瞥了一眼 仿若未见地把药瓶盖起来 揣进怀里了 明王受伤了 九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快点把药拿出来 你发什么疯 本王受伤了 关我什么事 你要是不砸了本王的床 本王就不会受伤 掏出药酒放在桌上 不必还了 本王要你给本王操 你这样 会让我以为你喜欢上我了 本王只是把你当兄弟 原来兄弟会亲嘴呀 本王说过 那个人不是本王 你认错人了 哦 那可能是齐少 也有可能是谢尘 下次我试试 谢尘是谁 你要试试吗 他才走了几天呀 就冒出了一个谢尘了 真是水性洋化 胃不熟的小白眼狼 莫名是坐到天亮走的 回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青岩重新送一张 又大又宽的床 就算他不喜欢男人 不喜欢苏九 他也是自己的东西 想抢走他的东西 也得看看他同不同意 至于这些呀 苏九当然是不知道的 宽敞的大道 两边是辉煌的建筑 苏九抄着双手 难得有些闲情易志 欣赏玄天宗的风景 九哥 九哥 你是来找我的吗 他跟他很熟吗 转身往回走 古鹰愣了一下 快步跟上 九哥 我叫古鹰 你要找人吗 我帮你找啊 苏九没理他 继续往前走 古鹰见状 也跟着他走 玄天宗 我特别熟 苏九还是没理他 于是乎啊 玄天宗就看见 这么一个诡异的画面 少年三步一停 四下观赏风景 古鹰一步一驱 跟在对方身后 嘘寒问暖 终于 快到单系的时候 苏九测谋 你到底想干嘛 九哥 你收不收小弟啊 我虽然打不过你 但是我长得很 能唬人 怕不是个傻子吧 真的 你看 我身材也好 我没有收小弟的打算 你回去吧 那你以后 现在 以后 都不收 别跟着我 苏九丢下一句话 利落地走了 他回了宿舍 青岩正在换床 九爷 你怎么回来了 苏九是无语望天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就那么难吗 他没搭理青岩 回房拿了干净的衣服 去了温泉 刚到温泉 苏九觉得老天爷 在玩他呀 苏九 第一次 联名戴姓地叫他 本王自认为 对你很不错 本王自认为 对你很不错 苏九没否认 他的确对他不错 然后呢 本王真的对男人 不感兴趣 所以呢 本王把你当成好兄弟 不希望因为意外因素 导致你我之间 心生间隙 你家好兄弟要亲嘴 你一定要这么 故意吗 你不是想跟我 当好兄弟吗 好兄弟都是这么 互存的 苏九唇脚挂着 恶劣的笑 解开腰带 走进云温泉里 撇脸慕无明 你不会再等我吧 莫无明微微一开视线 冷漠地拒绝跟他说话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苏九将礼一退去 往下缩了缩 只有下巴以上在外面 莫无明讹脚不经意间抽了抽 他发现 这小子挑衅的本领真不小 每一句话都想让人把他给掐死 合上双眸 彻底不再理他了 白天的视线 比起晚上 好的不是一心半点 三米的距离 即便是有热气蔓延 还是能清楚地看见 对方的完美的身躯 湿发的水珠 划过锁谷 一路往下 倒三角形的身材 腹肌 神余线 太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视线明显了 莫无明紧闭了双眼睁开了 仇眉看着他 你在看什么 兄弟之间都会互相比较的 比较什么 你要是再跟胡说八道 本王就把你淹了 你想淹了 那也得我有才行啊 你觉得 哎 我的 大不大 可能听错了 莫无明闽纯 坚决不相信自己听到这种虎狼之词 苏九却以为他没听见 又问道 大不大 莫无明闭上眼 本王听不见 听不见 听不见 两人的泡澡啊 就在苏九的好奇中结束了 也不怪他好奇 认谁明明是个女儿神 外人看来却是个男人 不论哪方面来看 都挺诡异的吧 两人回到宿舍的时候 清言已经换好床离开了 只是苏九推开房门之后啊 傻眼了 一张两米宽的红木床 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空间 铺着大红色的床单被褥 还有红色围账 再往旁边看 他的床已经没了 桌子给铺着红布 宿舍的格局 改得像极了新婚房间呀 苏九嘴角僵入 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清言 本王很有事要去处理 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走了 留下苏九一个人 满脸黑线地 看着这可怕的房间